苍蝇和蜜罐 屋子里有一只装满蜂蜜的蜜罐 让苍蝇们馋得流口水 可蜜罐盖得严严实实的 它们根本打不开 什么时候才能吃掉甜甜的蜂蜜呀 机会终于来了 蜜罐被淘气的猫捧翻在地上 摔破了 蜂蜜流了出来 苍蝇们赶快飞过来 贪婪地吸着蜂蜜 太好吃了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苍蝇 可是它们吃饱之后才发现 自己的脚被蜂蜜粘住 吸不起来了 它们挣扎呀挣扎呀 却一点用也没有 蜂蜜不断地流出来 苍蝇们要被淹死了 它们后悔地哀叹道 我们真蠢 为了片刻地享受 丢掉了自己的性命